泥則天生,豆笑艾莉 香港這方面的大門中精妻子 放掉了,24元 最合襲將會是他的 大門的中精妻子 剩下高多芬能否完成今晚的三譜 中精妻子最合襲 今晚的第六場賽事 蕭柏錦標,1400米表列賽 馬匹入閘了,隨時準備 準備 一撥的時候,出得快一點 在內蕩那邊,加雷群島會出得快一點 外蕩那隊又想來 炎蕙轉和外面的麗質天生都快 然後麥蘭那邊還有銀墓 中間還有豆笑艾莉 後少少位置,王地三穿梭回憶 然後麥蘭康城之河 熱門這批中精妻子暫時墮後 拍著奪取風格一起 開始入假直路段 前面戴緊頭是加雷群島的單騎領先 附著第二位是炎蕙轉 守著第三位是麗質天生 過幾碼位是豆笑艾莉 接著他還有穿梭回憶 貼著爛銀墓 尾三位置就這奪取風格上了 尾尾康城之河 大門這隻中精妻子還在包尾 開始入到最後直路時 大約有600米圖程都不夠 前面戴緊頭是加雷群島的帶出多少 接著他還是炎蕙轉 守著第三位是麗質天生 接著上來的是銀墓 以及豆笑艾莉 第四位是炎蕙轉 奪取風格和穿梭回憶 大門這隻中精妻子 看來有很多東西要做 去到200米還未抽到出來 最後200米的時候 前面戴緊頭還是加雷群島 後面的馬好像追落比較黏 還是麗質天生 中間上來的炎蕙轉 外擋蓋上來就是穿梭回憶 大外擋的中精妻子 中精妻子就不夠 前面是豆笑艾莉 斗這個穿梭回憶 看來就壓住豆笑艾莉 看個勢贏得 第一名穿梭回憶 第二名豆笑艾莉 第三名炎蕙轉 第四名奪取風格 結果幸好沒有撿梭回憶 對,幸好 他也是高一點的 你跟那些武術跑 不是開玩笑的 而且可以憧憬他又進展 其實他的組段很穩定 對 他直路也很有信心 看見布達德 不用那麼大力 很遲才移出來 但被豆笑艾莉就硬住了 炎蕙轉是第三 奪取風格是第四 中正妻子 很頑皮 今場期內沒有什麼 第二場賽事的勝出馬 穿梭回憶 恭喜這件菜衣 香港馬主任潘先生 安信人布達德 今天也贏了兩場 起碼不僅一級賽進帳 二千堅尼是他的得主 這場贏得很有說服力 對 回來贏這場消泊錦標 在罰綁的條款之下 他重綁贏得到 厲害 正如兩位拍檔說 他出作經驗最少 他要讓回你們的綁 但還是贏得那麼獨定 那就是高於你們 真是明贏你們 布達德 看今年我能否爭取冠軍地位 都要問過幾人安 漫漫長路 太早了 太早了 要勤力一點 世馬場又要去一下 現在才五月 雖然現場正在拍頭馬上 但消泊錦標 14米 我們有足夠時間看重播片段 看看穿梭回憶 如何幫潘先生贏到這場頭馬 香港這邊都有預計派賽 第六場賽事 跑第1名3號 穿梭回憶 獨贏派49 位置派20 跑第2名7號 窦少艾利 位置派28 第3名8號 延遺傳 位置派21 第4名6號 奪取風格 連贏3答7 派337.5 三重彩 3號7號8號順序 派2758 單貼派567 位置Q 3答7 派94.5 3答8 派61.5 7答8 派95.5 四連環派564 四重彩 3號7號8號6號順序 派15242 香港這邊都跑了 其實他當地還未完 還有兩場賽事 幫我們轉播這六場賽事 今晚也有些大賽 賽果是預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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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